203. 東方日報 韓衛流感法旅景意義不大 2015年7月13日港民A19 本部綜合報導 南韓日前以季節性流感惠柔 向香港發出藍色外遊警示 被指示因中東呼吸中合症 俗稱新沙士 而向香港報復 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梁卓偉作形容 南韓做法非常奇怪 根據本港流感死亡個案而發出旅警 理由並不成立 梁亦指出 流感是季節性疾病 以旅遊警示對付流感並無意思 在公共圈查 W 意義不大 本港目前仍對南韓維持紅色外遊警示 梁認為 新沙士屬於新發傳染病 當地不時仍有零星新個案 一般簡例是 約兩個潛伏其即28天 沒有出現新確診個案 才考慮撤銷外遊警示 港多四宗懷疑個案 本港昨日接獲四宗新沙士懷疑個案 年齡介乎22至49歲 一女三男爭去過南韓 化驗結果顯示四人對新沙士病毒情陰性反應 南韓昨日連續第七日沒有新增確診病例 患者人數維持在186人 當地亦無新增死亡個案 死亡人數維持在36人 南韓民眾亦佔對新沙士放下戒心 外出時不再戴口罩 戲院、主題公園等人潮疫重現 新沙士最新數字南韓確產人數 無新增 維持186人死亡人數 無新增 維持36人泰國確產人數 無新增 維持1人 以出院菲律賓確產人數 無新增 維持2人